你们两个人恋爱中的状态特别就是跟人反着来的 我们往往听到的好像说的都是 哎呀女生连着男生不舍得让男生去工作 但你们两个人恰恰相反 反过来是男生连着女生 所以我想问一下 男生你想过跟女生之后有什么样的未来吗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有 就我觉得如果我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稳定下来的话 那我跟他就是分不开 你想要指给他未来的 对 所以什么样的工作是你喜欢的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宠物店的工作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 就是在我朋友那边他包了一个工程 然后这次是我主动找的我朋友 我也想认真去上班了 好 希望你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但是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男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责任感都没 这次就是下班了 所以我们来给你吃倒了 要不移呢 网友 找到一个策略饼 好 男人最重要的是 不好 来 好 我们 帮他干 这个 帮他干 那一个 那个 他就想好太好了 正好有人帮着我 我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想 我只要爱你就够了 你成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份工作了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你也知道 所以未来继续下去的道路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放手放开他 不要大包大揽 让他自己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跟他继续走下去的话 你要帮助他成长 好吧 好 谢谢 如果他这一生就是碌碌无为 你会爱他吗 不会啊 那你需要一个怎样的他 我只是想 就是我在跟他一年多时间很短 我觉得 我问你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关心我就行了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关心你 哪怕这一辈子 就是一份平庸的工作 碌碌无为 可以吗 他有上进心的话 为什么只是会有一份 很多男人 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是平凡的 成功的男人只有少于百分之十 你要哪一种 我喜欢他 他成功平凡都可以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百分之九十都可以 就是他平凡也行 只要他踏踏实实做一份工作 他未必要很优秀很能挣钱都可以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喜欢他的话 这样就行啊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第一不要对他提高要求 而且甚至不要只是提要求 如果你要激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心 如果你要激起一个男人创业的心 你不光是要跟他提要求 你更多的是要给他养分 这种养分有的时候是一种智慧 有的时候是一种力量 有的时候是一种信任 你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 但是你可以从鼓励的角度去做 这种鼓励当中 不光是包括语言的鼓励 同时还包括在生活当中的克制 这种克制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 不是天天在一起朝朝暮暮 让他懈怠自己 而是要告诉他 真正的爱是可以分得开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首先要接受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我刚才让你做的选择 他可能这一辈子 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男人 他不一定可能成为一个成功 或者很优秀 出类拔碎的男人 你要做好这种准备 而对于男人来说 你如果爱一个女人 就要为他去忍 忍生活当中 你所不能忍 你说你想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当然如果现在你还年轻 你有这样的时间去做选择 但若是有朝一日 你想让自己的女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的时候 你是没有选择 如果你又是能忍所不能 又不能忍人所不忍 你的生活空间就这么大 你还做什么选择 你已经毕业了对吧 对 在你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 你是靠什么生活 靠家里给的钱 虽然你说的很漂亮 你省下钱来给自己女朋友 跟他一起花 说白一点 你就是拿家里的钱 去谈恋爱嘛 你好歹自己找份工作 有几分钱就花几分钱 其实坦率的来说 就你而言 就你这样一个身无分文 没有生产能力的人而言 是不配谈恋爱的 你没有资格谈恋爱 你首先得把自己养饱了 吃饱了 你才好意思去谈恋爱 所以说你学会自立根生 你学会对他充分的养分 就这样 咱还要打通一句 就刚才你在回答 沙老师的话 我又让我惊了一下 就是你要 接下来你有工作了 你要去跟朋友 做一个工程 对 你吓到我了 你可能会再次失败 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听出来 你所有的事情 都要靠别人 不因为那个工作 你听我说完 你跟女朋友谈恋爱 是你要靠父母给你钱 你找工作 你靠女朋友找工作 你靠朋友的工作 因为你分明说到 你喜欢宠物 但是你朋友那个宠物店 现在不缺人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建议 不要去搞那什么工程 你不适合 如果你喜欢宠物的话 去做这份行业的话 去外的去应聘 其他有很多的宠物店 都是你的机会 不要靠朋友 朋友带的地儿 我去才安全 这是你的潜意识 一定要自立更生 不要靠别人 好不好 好 不要浩高骛远 脚踏实地 嗯 许总刚才有句话 特别你要记住 生活不要靠别人 要工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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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